作协大会继续开,开到了12月30号了 上午呢是乔石同志做报告 这时候呢有人给递了个条子上来 说有的地方对干部四话问题提出了问题 革命话是主要的,那其他三话是次要的吗? 这对吗? 这个条子的提法挺有趣的 人生啊很多事你千万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 比如那些主张以革命化为主的人 即使啊他没有怀其他的意思 但是那个革命两个字啊就特别值得推敲 至少啊乔石说呢在他看来啊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 那种不要知识不要专业啊 绝对是应该可以革命的 而且要革得更好一些 那么他说乔石说的他要革,革什么命呢? 于是这个晚间啊就各种的讨论 当然更多的代表团啊主要是讨论理事会这个候选人的名单 因为这个有一些啊甚至有的代表团呢都把原有的候选人啊给撤了 当然更多的啊其实就是往上补了点人数 尤其是像上海啊湖北啊已经在这个党中央要求你做协先开一个民主先例吧 这种鼓务下啊已经开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了 在那边啊老老旧 刘冰宴呢晚上啊就跑到诗人满锐 就这个屏幕上这个啊 跑到房间里面去闲聊天 聊到这个干部问题 满锐啊跟那个王毅 王毅啊不是咱们现在这个外交部长啊 是笨人王老大的作者之一 他俩啊都对现在这种选拔干部啊 我哪儿说了 选拔干部啊什么配置啊 还有什么第三梯队啊 这种特别标准化的那种感觉啊 非常的感觉不好 他觉得啊其实早不是什么新闻了 聊着聊着呢过来一个人 他刘冰宴在这儿啊 可能为了保护这个人还是怎么样啊 就免去麻烦啊 反正他把这个人呢叉叉叉啊 三个字的 是个女的 把她的名字引去了 其实刘冰宴觉得啊 他都快把这个女的忘了 他是三年前啊 跟这个女的常谈过一次 大概就是互相采访啊 或者怎么样的啊 这次这女的进来啊 他也知道大家聊天嘛 谈话时间有限 还特地啊写了一个稿子 让刘冰宴说你先看看 完了咱们再谈 他是听过刘冰宴在文艺报上 当时举办了一个讲座 在那儿呢 刘冰宴弄了一个点解 他对刘冰宴说 你对这个中国前途这么乐观啊 我表示深刻的怀疑 结果啊 刘冰宴就开始跟他这个解释 我为什么对中国前途这么乐观啊 举了一通的理由 完了呢 这个女的真的也是不依不饶 一一的开始反问 反正啊 让刘冰宴觉得 天我趣 或者是他都觉得 我天哪老太爷 我怎么成了你们 这些女作家的 这个共同的一个攻击目标了 你想我们上一集就说过啊 另外一个那女的叫什么来着 歪在床上啊 就是只要刘冰宴一说话 那个他那个 就是形容或者问刘冰宴 形容刘冰宴的时候 那都是嘴里带着刀子就出来 大概也因为刘冰宴呢 他处的这个位置啊 人民日报嘛 你各种的优势啊 再加上很多他有的文章 包括报告文学啊 其一看也就是歌功颂德吧 所以啊 刘冰宴觉得特别的 他自己啊 倒是真说实话啊 是他这一年遇到第三个女性 对他谈同一个话题 大概他自己也觉得啊 在某些同志眼里边 刘冰宴 哎 呃 左的要命 或者说那个吹捧 但是啊 刘冰宴说你们也不看看 我在更多的人眼里边 我可是一个反党的一个人物啊 反正啊 那些人你虽然有时候不说他反党吧 也觉得这刘冰宴跟我们不是一路子人 哎 情绪有点不对头 甚至啊 有的人都说 他写那玩意儿 直接给他画成右派 一点都不冤枉 嗯 我说过了啊 因为他要写报告文学 还有在人民日报啊 或者他写一些 嗯 嗯 我觉得啊 他可能认为这个看到 嗯 过去的一些改革有了苗头 他是抱有希望啊 但是在这么多女作家都认为他唱赞歌啊 我觉得女人牛逼 起码啊 就是大家啊 那男的一帮子就是混的 你知道吗 互相吹捧啊 或者干脆我我我我不跟你来往 行吗 但是女人真的是立场羡慕 不跟你妥协 我说说话就直接的那种冷嘲热讽呗 嗯 那一天呢 大会还开始讨论胡启丽同志的 注词 哎 这真挺逗的哈 一个作协的大会 在讨论领导人给来的一个致词 花这么长时间 是不是挺讽刺的 那你们这些作家还写的屁啊 是吧 你得把那个讨论人的他那个注词 一字一句的抠 在琢磨着我能够到底写多大尺度 他真的是一个 呃 现在讽刺 西剧 我们中国都不用那个编啊什么的 没想象力没想象力上现实力找去 多着呢 呃 他自己就说啊 其实 文艺创作这自由这问题啊 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呀 那三六年就有了哎 到现在都没解决 说实话 那时候刚有点苗头说啊你们大名那个什么延安吗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共产主义了吗对不对你共产党不是讲究民主自由吗就说着说着了呦 文艺座谈会了是吧 从一开始啊这个刘学伟就觉得啊在这里边文学创造的自由它就是个革命文学内部的问题 其实啊这这个创作自由是早在那时候香港的时候呃由胡于知啊和毛顿啊他们就已经提出来这个问题了 大老师吴一下子啊就引起了一大场的讨论 嗯当然是讨论来讨论去 无疾而终 这个问题的提出啊 呃 就 其实很多的批评家呀理论家啊 都是针对的主要就觉得你党 在这个文学界你站的这个领导地位的那些人 嗯 或者说 我们党永远要指挥一切吗他怕失控啊 因为我们就是靠着给人搞乱了我们出来的所以我们坚决不能乱了是吧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连中学都捣乱你想想 这个主张创作自由啊嗯其实是就是反对过多的干涉 而 当时他们胡于知啊和毛顿啊就觉得呢 你们这些管着这个文学界的领导人动不动就给你扣一个你是脱派啊你是汉奸啊这样的帽子 呃 这还是三六年的时候呢就已经玩这套了 解放了以后啊这党不是上台了吗 呃 这下 更有权务 有行政命令又有行政这个管理权力能处理 那你的生杀大权都在我这了你当时连饭都没得吃了那这个领导人的这个干涉的现象就更严重了 思想上啊嗯 由于左呀这种教条主义呀机械论呢这些框框套套啊 其实我们这里呀想比如说要打翻打倒自己看不惯的人 那一路一路的大帽子给你留着呢随时慌眼就扑过来了那另外就是各种的组织处理甭管你作家是否同意 你比如说我给你定一个课题读协 哎唱唱歌你不按着我这个啊你就连想都别想弄的作家啊尤其在这个过去的作家协会他其实还是呃说句老实话是有行政权利 你要不在这里边不跟着随大溜啊我估计你不在这作家里边你 想出版你的东西那门都没有那肯定你就得非照办非写不可 刘学伟啊老同志了啊那那你应该说就是三六年他在检安的时候就在了呀 他呃就说这种创作自由的问题啊其实一直是我们文艺工作的方针路线问题 说白了就是领导的问题 你不能把作家写作过程中那种主观上的自由不自由这个问题你跟政治去全部都混了一谈 这个问题啊就严重而且啊一直在我们的党的领导下一直都有 那你要说了如果你看那个谷歌里他当年写死灵魂写多好 可能他写到第二步的时候他没法写了写不下去了 为什么最后他干脆把这稿都毁了我烧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吧你其实我他就说这作家他本身的感性和理性他很多东西必须得分裂的 你只有这种问题我们过去赶任务写的作品哎现在大家你们看看领导给指派的谁记得住都写啥来着 那些年轻作家有的就写一篇这个冲女作 就成名了 到后来咋就写不出好东西了 完了他自己也毁了也被人遗忘了 这个啊 一个是管理问题 一个是我们他出了名他自己的问题 当然很多东西我认为就是我们的环境大环境问题管的太多 那比如说吧作家他是生是死他写不下去这是作家自己去解决的问题 中央你只要把这个文艺路线方向你大概给定一下 下一步你看现在我们大方向又定了 那项目怎么观彻呀是吧所以他说我觉得这领导班子特别是我们作协的这些党组织最重要了 先把那个左搞了哎把那行政命令什么领导的这种方式改了 通过选举民主选举这作协的管理班子重新建立 这才是一个新路这刘学伟啊甚至在这个作协大会上说哎他也照着他是老同志啊要不然的话我估计啊大帽子又上来了那延安的呀那时候啊延安再怎么着啊能免去一部分的这个 嗯麻烦吧那意思你延安的时候整风都没给整下去说明你那时候已经经历了这个革命考验了呗 他就说这个左倾啊这组织路线啊一般你看在我们这反映的最典型的三个表现 一个呢就是特别喜欢吹捧啊迎合自己的人 哎把他冻用那些公顺的带着奴性的人 就是团团伙伙伙嘛对吧 第二就是以个人的好物定轻书 以自我画画界线哎我说是谁就是谁 另外呢就是你看那个左的他们都是对那种特别善于独立思考的 而且呢对领导啊经常可能抱点监督态度的 找着机会就打击压制甚至埋没 我们因为过去那个制度啊 如果没有做协的推荐或者怎么样的啊 你想蹦出来门都没有 所以你看啊 后来市场化了嘛 各个杂志啊什么的啊 都有自己的这个编辑和总编的这个权利了 做协就作用小很多了 但是过去那绝对不行 一句话你呢完蛋 刘宾燕这次大会上啊 第一次见到这个叫鲁离的 这个呢 是个诗人 他这个站着发眼 结果呢人家说你做呀没事 就大家会上就讨论嘛 就没多少个人你就坐着呗 结果他旁边啊 这是个天津人 他旁边那个天津坐鞋的啊 都熟悉他嘛 就说你还是让他站着吧 不站着我告诉你 他讲不好 果然没到一分钟 这哥们的诗人嘛 就容易激动了 直接就开始两手 来回在这个台上啊走动 奔放 起 开始我要讲 他当然是接着刘学伟的那个发言 那最后那一部分 左讲起来 刘学伟当然也讲到自己 因为胡锋事件嘛 在文革期间就被天津扒一扒了 直接给定为叛徒了 刘学伟你再说人家是老八路啊 不是老延安 依然坐牢了二十四年 鲁黎说 我更离谱啊 我那么连胡锋见都没见过 就在延安的时候 哎呀我还写了那么一首诗 而且我那时候写的是 你知道什么诗吗 延安赞 我是赞延安的 我多正能量啊 是吧 结果呢就写这首诗 被人家推荐 当时胡锋是主编 就是七月杂志那个主编 给推荐去了 就给我在这上面发表了 哎就为这首诗 我给定为的胡锋集团分子 我干了二十六年的重体力劳动 盟革期间 我又因为我在上海 跟江青一块干过活 完了又遭到破坏了 我是八零年五月 才给我落实政策的 七六年啊 呃其实那时候 我已经开始重新写诗了 呃我现在已经写了 二百多首了 出了两本诗集了 激动是因为他说啊 这次是他三十年来 第一次参加作协的大会 走进会场啊 其实他已经感慨万千了 呃然后就开始说到当时开幕式啊 我周扬那个五鼓掌五分钟 他就说啊 这鼓掌绝对是我们作家 言 那个发自内服的 当然我呢作为诗人 我言必由衷 我要写手诗 呃尤其就是对那些什么这个我题目都强好了 那次读贺电贺信时代表文 我想说什么 我想说 对有些人的沉默 这个掌声就是最大批评 呃 有一个女作家啊 叫刘希的 这个人呢 跟刘兵燕的遭遇差不多 他也是这次啊 因为只是九魂齐鸣 没见过人 这次第一次见 呃他跟鲁梨啊 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落实政策好像要晚一些 呃所以呢 79年那次作协大会啊 他错过了 还有一个啊 当时的青年女作家 这就现在肯定老了啊 也是刘兵燕第一次见 呃 就觉得啊 怎么好多人都说他凶啊 怎么一点都不凶啊 看着这人相当的温和呀 反正也记不得啊 有谁在会上啊 说了那么一句话 说刘希这拨人啊 付出的代价 就是为杭英这一代人 年轻人铺了路了 在刘兵燕觉得啊 真的有理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大家获得的一切 难道不就是 上面那几代人 哎 因为不同的条件啊 以不同的方式啊 真的是付出了 巨大的代价 甚至是牺牲 才获得的 现在的果实 嗯 他们 在历史 长河中 太幼稚了 我觉得作家啊 特别容易激动 当然 文青人都容易啊 我也经常就 流泪 高兴 最后失望 都有啊 在这个历史长河里 起不到太大作用 下午的时候呢 主席台啊 主席团开会说讨论那个理事会的候选人名单了啊 结果发现啊 不行 你们这些人给你们点民主你们就灿烂是不是 这增补的人数啊早就超过了原定的这个差额了 25% 一下子就因为你因为好多的那个团他不是没法把以前的那些给扒了下去吗 他不像上海湖北啊直接就取消了我从选 那那就是增减了最后没办法逐一端说得了吧你们这个啊 给我削下这一两个人 结果这一套谁谁上谁不上呢呀就各种的你那你知道的民主本来就是他这种就不同意见了 当然最后就说那争论就没意思了没完没了就那举手 哎比如说大家谁对那个人啊上上下下的有意见的那就举手表决吧 大多数 看那就看这二人缘了啊 这民主这东西啊尤其在这种小单位那就是混人缘 也好也不好啊 这混人缘好的一般都是这个中庸之人 明哲保生之人 说哪了对 大会从这个传达胡耀邦同志的讲话一直到胡启立同志发表的注词啊 这里边啊都有保证作家创作自由的这个 论点 这当然肯定代表们就是天天的就是就想讨论这个而且反响极大 其实呢应该看出了啊普遍的是喜出望外 私下里甭管会上会下全聊这个 你可想而知啊就是有点像那个圣植下 什么来着 大赦 我就觉得真的 哎没办法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政治啊因为你的政治 关注这方方面面你每个人你以为跟你没关系吗绝对有关系 我们已经早就像我们这代人啊早就练出了从你的社论的那个每一个字跟那一样啊抠字 抠句这里边真的大有文章 就人家老外真的不懂你抠这字怎么就这里边一个字的区别就差别那么大呢 他真的大 当然也是因为他们对我们中文的博大精深不太了解 有一个部队的代表叫丁红的这个人呢他就回忆他们66年的时候啊那部队文艺工作者啊曾在金西宾馆那专门看电影批黑线就是把那个就是要批斗的那个那个电影啊让你们大家看看完了你们写文章就批斗 对照今日啊他觉得有点感慨万千还直接在讨论会上寄席附诗的一首相见欢 别来已是十八年 亦忧先 地暗天向人鬼是非颠 春意到人节笑好心欢 且把那些往事当云烟 我靠 我告诉你啊 我小时候全是这种诗歌 就是按着格律啊什么的啊往里填字的而且那词都用的特别大 甚至那时候啊我们从那天安门广场抄回来的那些诗啊什么的包括人家大家都不是还弄个诗集吗 那些诗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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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能进坐鞋能让发表的能当这些家的啊 都是 起码一开始的时候他的立场是很左的 那你想啊真的水平我告诉你我妈那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学文文凭就是水水准的都给拉去当老师去了去教学就为什么呢我们缺人才那有人那把人都都都都不信任吗党不信任吗不能用啊 辽宁啊有一个青年作家叫金河的这哥们他呢就谈到自己的体会啊说世界上啊你去看你看吧就是那种杰作传世的杰作没一个是在矿子里边创作出来的 可是我们这里啊过去这很长一段时间了一谈创作自由就跟那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就就搭上了 似乎好像我们这些作家啊天生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那个那种是一种很奇怪的毒气笔 必须用一个密封的罐子装起来不然你就都得出来放毒了甚至你还会造成爆炸了 他就说这不就是对我们知识分子的偏见和对党自己本身已经缺乏信心的一个表现了 是吧人怎么可能戴着手铐跳舞呢 当然去掉手铐肯定能跳出更优美的舞蹈来嘛 这次胡起立同志的这个讲话 就是讲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创作活动要给这个创作自由的环境 这不就合上拍了吗 所以我觉得啊作家的愿望本身他不可能是反党反人民的吧 他自己也是要跟国家和人民利益是相一致的吧 对不对 那你怎么能把作家写一点东西就认为是与党与国都不利呢 其实这个作协里有好多的代表啊都觉得这次大会带来了文艺的春天 但是呢也因为这个长期的斗争啊经验觉得呢别太乐观了 你要不然啊先把那左的那个啊稍微的纠正纠正啊 你才能够保证现在的你光喊这口号没用 哎创作自由啊什么的啊什么大团结大繁荣啊想都别想了 这大团结和大繁荣啊我说过了就是每一个代表在发言的时候都要把这个提上 这是一个我们从小学啊都学会的一个写作的一个窍门 社论里边啊今儿写什么了你把那个中心思想那个里边啊 你为了别人不打击你的论点先把这个搁到前面去 就是你看看没那边调都定了我现在说的只是补充 你要敢反对我的论点呢你就是反对刚才那个大团结和大繁荣 哎你你觉得有意思吧真的特别逗 哎这也是我们这种在那个年代经历过来当时就小学写作都都玩这套 你能看出来你而且你能发现即便在刘斌燕自己的这么一个当时算私密的日记上 他依然像超社设论人的哎作家欢心鼓舞啊就那种欢呼啊就感觉真的特别像圣指导 会上啊有一个浙江的代表叫高光的他呢就对这个不乐观他就说高兴之余啊我就是担心 这会议精神向下贯彻绝对有困难 左的东西在我们这儿太根深蒂固了 你看看就我们那儿啊江南杂志我们发了五十五六十篇吧作品 结果啊清无行动或者是叫清无审查吧直接说这三十多篇都有问题 闹的那个编委五个全被撤了现在就光那编辑也就剩一俩人了你你你还什么创作自由啊 这省和的啊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王管了都怪我我老觉得最后最反动的最后是那王管 因为他见的听的太多了比我还知道多了江苏代表啊有个叫陆文夫的 他说啊你看啊我们不能学这个反右的人家这办法太多了一套一套了一会让你表态吧一会给你造个舆论了给你玩个大批判啊整你的材料啊甚至是在组织上给你来点什么处理啊什么等等啊 说我们左不能学但是呢我觉得啊既然我们要想怎么反这个左是不是我们在这个会上也应该讨论讨论研究研究啊 这还真是你看我们这个土壤啊稍微一怎么着啊你那什么那左的东西基础相当的大 你你你你你你你瞅斯马南啊什么的那些人依然的在那啊他犯多的错他多不要脸他依然还在那个地方就没人敢动他为什么呀 还有一个人啊这三名字依然的爱宣有个那个但是他不是那个呃画家爱宣啊他是那个伙子旁这边一个宣传的宣 他说其实啊你比如说那些左一点文章啊你发表啊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领导你别左 因为你会发现啊我们领导一左起来尤其这个左跟权力一结合就不得了了那真的是能逼出人命来啊 这句话我准备拿他做这期的题目吧 另外一个文艺的理论家立刻就接了一茬哎 我告诉你啊我们左这个背后啊是有门的其实是什么意思 有靠上有基础 这个理论家就说我们首先要想反左那你就宣传部你先总结你们自己的经验教训去 这话已经开始比较的有锋芒好 我们手机里面给我们一起去探测 我们 formula说我们再来重固地的明镜 我们先那边把修약了 我们先来重固地的经验 谢谢 我们先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